打铁趁热是前经济部长赵耀东一辈子的工作 40年前外界都说不可能 他开始打造中钢 用决心锻炼出台湾第一座钢铁厂 我感觉到外销的比重太大 而内销的比重太少 所以在这方面也是中钢将来努力的一个重点 但是93岁的人生却在睡梦中悄悄离开 留给亲友们却是那位永不低头的赵铁头 想到他 想到他 现在台湾政坛上这样的贪腐 这样的对得起台湾人民吧 一个铁头一个钢炮心心相习 让监察院长王建轩红了眼眶的赵耀东 在什么都没有的年代创立中钢 台湾千锤百炼挺进重工业 从中钢董事长转战经济部长 跳上火线全面禁止日本货 对抗贸易拟差 拼经济的地方看得到他 只有自己的孩子看不到爸爸 他最爱的是中钢 中钢是我们家的大儿子 我们是从来不敢批评我们的兄长的 他七十几岁第一次去上网去玩电脑 他八十几岁还在网路上跟人家打麻将 所以他什么事都愿意去尝试 回家是个没架子的老爸 在外是个不打混的赵老大 可以为求人才下跪 可以抓员工翘班翻脸 赵耀东这位台湾经济老兵 打过美好的一仗 灰灰衣袖 永别战场 记者华民会方青年台北报道